Libertus 財務自由理財教室 歡迎來到Libertus 財務自由理財教室 我是Giford 是一個認可財務策劃師 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靠股票投資是否就可以退休 這個問題在香港來說 很多時候都有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我還年輕 我當然應該用一些進取的方式去籌促我退休的資金 有些年長一些 甚至已經退休的朋友都會覺得 說真的 你做幾哩式的東西又怎會追到通脹 不搏搏怎麼可以啊 所以很多時候有些朋友過份進取地用股票投資去做 究竟是否真的會對退休有影響呢 有些朋友的論點又會說 不是啊 經常都說 過去恆生指數回報每年平均都差不多有11Li 由70年代開始 根據這個回報長線投資沒有問題 他就長期平均回報是11Li 我到時就可以做到 當然不是只說恆子 還有其他地方的市場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是否真的長期投資就可以呢 是不是就可以退休呢 這就是今集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很精要的問題 這個我們叫做回報次序的風險 這個回報次序的風險是大多數香港人都會忽略的 什麼意思呢 尤其是我剛才所說的平均回報 在市場上的教育來說 大家都會看到 無論是強積金 無論是基金 甚至乎股票 經常都會說 過去平均回報多少 過去平均回報多少 第一 當然大家都有被提醒的就是過去的回報 不代表將來表現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基金價格 或者股票價格可升可跌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原來的次序也是有關係的 我當你平均回報百分之百 你究竟是升先還是跌先呢 原來對你的生活的影響是很差很遠的 很遠的意思是怎樣呢 我們用這個例子去看 我不要說什麼八厘 十厘的那些 我用穩陣一點的回報 我當作一個六厘的回報 這樣會容易理解的 因為六厘的回報 你用不同的工具都可以做到 即是你買一個股票 你當然平均每年六厘 都是一個合理水平的 即是如果你作為一個長線投資 甚至乎你做一些穩陣一點的工具 例如債捐 儲蓄保單 也有機會可以長期去做到 所以就用六厘去做一個簡單的演示 讓大家知道這個回報次序的風險位置在哪裏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們就是用一百萬去做一個例子 這一百萬就是如果一個人 他拿著一百萬退休了 他就投資 每一年回報就有6% 平均有6% 在未來平均這麼多年也有6% 只不過他用三種走勢去呈現 第一種我們叫做藍色線 永遠他都有6% 平均地有6%的回報 然後你每年就拿錢出來洗 作為你的退休金 那你一百萬拿六萬出來也不夠洗 那你通常在退休的時候都會叫做什麼 我們又會吃息又吃本 就是我們又會拿利息去支援退休的生活 也都會用少少本金 那這個就是這個方法 那如果是用一個這樣的情況去做 那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是一百萬的金額 每年6厘的回報 那然後呢 那原來每年拿一個數 那他就可以生活30年了 那這個是一個正常的預期 假設的 假設是這樣的 數學 那如果另一個人 他呢 就是 都是投資了在一些股票上 不過呢 他也是平均6厘 只不過呢 他是 賺頭 蝕尾 即是說呢 早段他是賺錢的 只不過呢 後來那幾年呢 才輸錢的 那如是者呢 他平均都是6厘 那他會怎樣走法呢 你就會看到 好像這條紫色線那樣走的 哦 那升多了 那拿了錢出來 那只是撕不撕本 那沒有撕到本的情況下 就繼續這樣 那原來的資金也不錯 到最後大跌了 那又要撕利息 又要撕本金 於是呢 他就只能夠生活到 37年 就花了些錢了 那你可能會說 37年已經多過 本身30年了 是啊 如果有另一個狀況出現 那是叫做 蝕頭 賺尾 那怎麼辦呢 那蝕頭的時候 由於都還要拿生活費出來 那他真的沒有辦法 那他就還要 在蝕錢的時候 還要拿錢出來生活 那本金錢就跌得更快了 如是者呢 就算之後 當他賺錢 因為平均回報反之6 那之前是蝕 之後多了 那 那 問題就是 多了也好 是沒有用的了 但因為你的本金是少了 變相 這個人 綠色線的朋友 他花錢 花了24年 他就花了些錢 那 於是者 你會看到那個回報 早點 和遲點 十幾人 叫做長期投資 如果你覺得它的平均回報是高的話 這個可以這樣做 但是當你退休之後 或者當你要拿錢出來洗的時候 整個遊戲規則是不同了 而大多數人是忽略了這個遊戲規則的改變 情形就是什麼呢? 情形就是像人們登山一樣 當你走上豬木朗馬峰的時候 上山容易下山難 大部分離難的朋友 很幸運在登山 攻頂他們是成功的 但是他們不幸地下山 變相撞身在豬木朗馬峰頂 登山的經驗 擺在這個投資世界 其實都一樣 上山容易下山難 你儲退休的錢 其實相對來說 已經比你怎樣去規劃 你退休之後 花錢是更容易的了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這個 親身的經歷 或者沒有這個看法 有經歷的人 也都未必會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去把這個事實 分享給大家聽 是因為我們作為挫策師 我們建議的個案 以及去研究的個案 比較多的時候 從一個科學化的角度 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其實當我們去做投資 尤其是在退休之後 究竟回到剛才一開始 這條影片的問題 靠股票投資 可以還是不可以 可不可以退休呢 我們的看法 就真的 是需要一個資產的配置 而股票的配置 真的不要太多 為什麼呢 是因為 即使你可以猜到 這個行業 這個公司 甚至乎這個地區 我買指數基金 這個地區這個市場 長期做得好 但是你也不可能猜到 究竟是這五年做得好 還是第六年至第十年才做得好 所以在退休的收入來說 我們必須用一些穩定的工具 去建立一個被動的收入 可能有回到剛才一開始的影片 有問過的問題 通脹怎麼辦呢 通脹是另一個問題 通脹就要用一些抗通脹的工具去處理 整件事對於退休的策劃 很多時候 人們就會把它混在一起去想 自然就難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每樣東西 你又要有一個士巴拿 你也有一個螺絲批 你總是要用這兩樣東西 我都不要 我要用螺絲批 去解決士巴拿的工作 那當然有難度 我要用士巴拿去轉螺絲 也有難度 所以其實不同的問題 是要用不同的工具去解決 所以這要給大家知道 回報次序的風險 對我們的退休生活 影響是可以很大很大 希望大家多點留意 至於你說究竟有什麼方法去解決 或者減少這個 甚至轉移回報次序的風險呢 亦都歡迎留意我們的影片 我們之後會說一下不同種類的工具 有沒有穩定的工具 甚至乎政府提供的福利可以幫到手呢 那如果你說已經超脫了 可能作為一個中產的階層 甚至乎你是一個富有的階層的話 那究竟怎樣可以做一個資產配置 是可以做到一個穩定 而相對保證的收入呢 那這些都是大家值得研究的範疇 亦都是創作師幫客人去做一些事情 那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想知道多一點 歡迎去留言和我們交流多一點 那我們因為你提出的問題 你給他意見 我們才可以拍到更好的片集 對不對 那喜歡我們的朋友 記得記得我們很需要大家的分享 訂閱和支持的 那記得like、subscribe、share 那今集時間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拜拜